中国的歼16战机算得上是我国目前最新进常规的新税重型战斗机力量 一经问世就引起了美国军方媒体的广泛关注 美媒对资款飞机暂不绝口 认为这是目前最新进的侧位战机之一 可以进行全向胜伍 目前主要装备中国空军 而也有一些美国军事专家认为 也不排除歼16加速中国海军航空兵 登上国产新型航空母舰的可能 专家称 自今年2月份来自媒体的大量报告表明 中国正在依照歼16多用途战机营发一种 专门用于装备海军航空兵的歼16改进型 其目的就是让这些歼16战机的改进型号 能够搭载到目前中国正在制造的国产新型航母上面 此航母已经尽数建造尾声 并且加装了电磁弹射系统 使其可以把满载起飞的重量 打36吨的歼16战机轻松弹射上天 歼16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款神秘的飞机 目前美国人还没有搞清楚 歼16首次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服役的时间 只能大致模糊地知道 在2013到2015年之间 此型战斗机是世界上装备大概率 有源相攻战雷达的少数先进战斗机之一 歼16的祖先是苏联的苏尔7侧位战斗机 苏尔7曾经是苏联最先进的主力空中战机 目前侧位系列战斗机在中和印三国都在生产 中国于90年代引进苏尔7战机 2000年代开始引进生产线 相比其他国家生产的侧位系列战机 中国的最新型号歼16是唯一一个使用 有源相攻战雷达 吸波涂料和有源相攻战雷达 制导空空导弹的先进战机 而荷罗斯却没有同类型的侧位战斗机 与荷罗斯相比歼16还有先进的电子设备和航空电子设备 这些设备充分利用了中国工业基础的优势 飞机最多可以搭载16枚PL-5导弹 这种导弹射程可达200千米左右 性能超出每制空空导弹不少 而殲16还能装备更强大的空空导弹 据推测殲16还装备了PL-XS型超远程空空导弹 根据报道PL-XS的射程更是达到了骇人的500千米 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射程最远的空空导弹 可以在500千米的空中精准的猎杀地方空中预警目标 加油机以及导弹侦察机等大型飞机 目前中国海军装备了一种能够搭载航母的主力战机 那就是殲-15飞沙战机 一种从苏33T-110K和殲-11B综合衍生出来的重型舰载战斗机 而海军版的殲-16战机的具体名称可能为殲-16H 可以和殲-15一起服役 形成高低搭配的良好作用 但是目前 神战不能确定殲-16是否上舰 但是不排除这种可能 因为中国拥有了电子弹射系统 这种系统可以轻而易举地弹射几十吨重的战斗机 目前只有美国的福特号航母使用电子弹射系统 这将使未来的中国航母比美国海军的10艘尼米兹级航母 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 这些航母的蒸汽弹射器陈旧且效率低得多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和日本初云级航母都没有弹射系统 我国的军事专家认为 殲-16上舰基本上是舍近求援 因小失大的举动 基本上不可能上舰 主要是因为殲-15和殲-16并未有太大的差别 早在型号的殲-15战机 却在雷达武器航电方面比殲-16差不少 但是后续的殲-15B型在基载雷达 航电设备和武器方面进行了更新迭代 尤其是殲-15B也放装了有源相控阵雷达 也能发射霹雳15空空导弹 因此殲-15B型战机的综合作战性能 相比殲-16并未太大差距 而且殲-16在利海面对美国F-35C肩载机 也束手无策 因为它是不隐形的 而且在把殲-16的改装那其实很不划算 引发成本高 还要做专门的肩载改装测试 最后还要占用殲-16的产能 因此殲-16上舰的可能是近乎于零的 针对美专家说的射程可达500千米的PLXS导弹 这就更为天方夜谭了 先不说导弹能不能打这么远 发动机和闪料的问题怎么解决等问题 就是美国的F-22隐身战机 最大雷达探测距离也不过是350到400千米 锁定距离还要更短 殲-16的雷达肯定是无法和F-22相比的 探测距离可能在200到300千米之间 雷达都看不了这么远 整个射程500千米的空空导弹 有什么用呢 看都看不见 还打谁 最后专家认为 接替歼-15战机肯定不是殲-16 而很可能是FC-31战机 这种战机是隐形的战机 相比殲-15 殲-16具体来说 具有出众的隐蔽能力 其整体性能甚至不属于美国的隐身战机 因此将来能够上舰国产航母的很大概率 是FC-31隐形战斗机 沈飞研发的FC-31技术验证机 目前形成还是处于是非阶段 距离正式交付的时间应该很近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FC-31依然还是一款非常尴尬的战机 之所以这样认为 这还是因为从2012年首飞至今 FC-31一直都受到了外界的关注和质疑 虽然一直都有消息称 FC-31会交付空军的部队使用 成为一款中型隐形战斗机 与已经装备的歼20隐形战机一同组成高低搭配战机编队 但是这种消息往往没有得到证实 空军方面也始终没有下单 并且不断对歼20战机进行后续的升级和改进 在加大采购数量的情况下 FC-31显然很难获得空军的订单了 说过内销不行 那么在得到歼3E的代号之后 FC-31技术验证机出口转外销 真正能在国际市场会获得客户订单吗 毕竟现在国外客户对于FC-31技术验证机的最大担心 还是没有官方代号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未来5年以内 国际市场上出口的5代隐形战机型号并不多 也就是美国的F-35K和俄罗斯的S-57 如果再加上歼3E的话 那么将会有希望呈现三足鼎立的情况 作为沈飞下个10年同乘飞对抗的存在 FC-31技术验证机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 来实现后发制人的优势 包括采用了与歼20和歼10C一样的 无转向气超音速进气道 保证气动性能的同时还最大限度的提升了隐身能力 但是即使这样 歼3E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程度依然不高 虽然歼3E采用了单座双发的设计 但是其本质上依然属于一款中型隐形战斗机 这也意味着其在某些性能上 要硕于苏武器之类的重型战斗机 一般来说 重型战机拥有体型更大 使得其可以拥有更大的起飞重量 这也意味着无论是航程 增弹量还是作战设备 都拥有明显的优势 以歼20和苏武器为例 其作战半径可以超过1500公里 极限航程甚至可以达到3500公里 对于志在发展进攻型空军的国家 显然有更有吸引力 更关键的是 重型隐形战机可以挂在一些大型武器弹 如远程反舰导弹或者巡航导弹 轻松执行各类型作战胜服 虽然歼3E的设计看起来像 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 F35A隐形战斗机 但是两者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可以肯定的是 沈飞公司已经为歼3E战机 设计了一套优秀的机动布局 以保证低可探测的雷达解面 而目前唯一让外界对歼3E作战性能 存在质疑的还是其动力系统 也就是核治克里莫夫RD93涡扇发动机的问题 在早期的飞行测试过程中 歼3E因为使用RD93涡扇发动机作为动力系统 曾出现了黑烟的情况 并且飞行机动似乎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让人不得不怀疑 歼3E战机的机动性能 是否可以达到五代机的标准 毕竟其在直线飞行时 战斗机是在启动加力燃烧室之后 才进行了高速飞行 显然发动机严重限制了歼3E的飞行性能 和歼2E一样 FZ31古英同属于五代隐形战斗机 同样作为未来五国空军的中间力量 FZ31古英的首飞时间似乎晚了一年 熟悉的歼2E已经正式列装 虽然制造数量一直惹迷 但从近视部署中印边境的情况来看 J20已经完全可以独当一面 相比之下 FZ31古英的版本发展的要慢一些 从古英1.0到2.0再到此次落面的3.0印证机 尽管大家非常期待我国的下一代隐形机 但古英的确是在求稳发展 然而并不代表古英是被技术抢脖子了 从最新的试飞就不难看出 FZ31古英的发动机在加力状态下已经没有黑烟 这就意外和J20一样 古英已经更换了国产发动机 并很可能就是WS13发动机 众所周知 我国的发动机发展一直都是处于世界落后的地位的 国产发动机的不足 让我国战机只能长期依赖额制进口发动机维持 歼10和歼20在最初都是装备的核制AL31F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产于上世纪70年代 属于苏联时期的产物 尽管是第四代军用涡散发动机的代表 但其较高的燃油率和较低隐身性能 生然不是最佳的选择 FZ31 1.0验证版本使用的是核制RD93发动机 这种发动机则会产生大量的黑烟 推力中等 随着中国国产WS13涡散发动机的研制 RD93核制发动机将被彻底态换 WS13涡散发动机用在古英验证机上算是够用了 RD93核台 开箱独立台 RD smiling Yiiid